Hello 大家好 我是Shaled 我是戴帽子的仙人掌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2021年的手帐体系 分别是Hobonichi Week Hobonichi的A6尺寸 还有Zibun Techo 再来就是这一格 这个是Wix 这一本的主要功能呢 它是结合我每一周的行程计划 就是先排好行程 然后再来是我会把它做成笔记本 这一本呢也会有这个磁帖去记录说我用到哪里 然后这一本一样也是有纸很薄的问题 所以我一样会有这种厚纸版 所以你买兔子是为了要做标签用的 对啊 我买兔子是为了要做标签 我又写了一个示范的页面 好 那它我们是在每一周的礼拜天晚上 就会规划一下下一周要做什么 我会先写这一个部分 就会把一些to do list都写下来 这是示范而已好不好 就是示范一下我大概 如果写的话会怎么样处理 那你念一下啊 文具断舍离 就是我想要把一些文具整理出来 少用的文具整理出来 然后分享给有需要的人 不然其实放在我的柜子也真的是有点浪费 哦 你说捐给需要的人呢 不是 卖掉 便宜卖掉 那我可以先搜吗 啊 你会有兴趣吗 要是还不错 我就先搜 然后我再卖掉啊 傻傻 哦 好啊 你要搜也可以啊 好 那全部搜 啊 你全部搜的意思你要给我钱吗 没有啊 你不是送我吗 没有啊 我要卖掉 我怎么送你 你们两个钱是放一起的啊 那我就卖我的啊 我干嘛要给你再卖 真的小气耶 那我们就是每一周的礼拜天 就会规划下一周的行程 大概写在这里 那写在这边跟这边的差别在于 这边我其实会有一点不太确定 哪一天要完成 但是基本上 主要是这一周都要完成 选一天 就是看哪一天我时间比较有空 就把它塞进去这样子 了解 好 那这边呢 就是在我写完这个大概的to do list之后 就会开始规划看我下个礼拜的晚上 有什么时间可以做我的事情 就是我其实写的这些格式 就是有一点希望可以照着Bully Journal的想法去写 所以我的task 就会点一个黑黑的圆点 然后写这样子 那如果我有做到的话 我就会在这边打个GoGo 这样子 雖然Bully Journal的原始版本是打个叉叉 但是因为本来那个key就可以自己决定的 那我会喜欢打GoGo 所以我就自己设定打GoGo 可是如果说我没有做到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事件很重要的话 我就会把它往后移像这样子 就代表说我这一周没有做到 但我下一周要把它再继续进行下去 为什么不是给镜头放在右 这样子啊 对啊 有没有一种给它拉出去的感觉 拉到下面 拉到后面去 为什么会在这边 是因为统一这边会有一个 确认东西有没有做完的一个效果 所以你如果放在这边 那你觉得是眼睛要这样看看看看看看 统一都在这边的话 是不是就会比较好去观察 对 那如果是说这个东西 我这个礼拜没有做到 可是我觉得已经不再重要 我不想要再继续做的话 我就会打个叉叉 就是代表说这个事件已经取消了 这样子 对啊 我也知道 早睡早起 对啊 真的很想早睡早起 而且我发现你越说早睡早起 你可能就更晚起 那我就会更晚睡啊 对啊 你越想早起你就更晚睡 这什么逻辑 我不知道欸 我不了解 很奇妙 我真的要好好思考我心里 你不应该给他答叉 你应该给他问号 他就是应该要研究的事情 对要研究的事情 然后他会打给你决个问号 为什么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接下来到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就是我设定好每一天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一定确定好一定要做 比如说我这一天要准备脚本 那这个脚本其实有点像是拍YouTube影片分出来的一个to do list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事件 嗯 然后我可能在完成拍YouTube影片之前 会需要分很多动作 所以我也会把这些分出来的动作写在每一天里面 去确认说 我有没有按照这个进度去做这样子 那你有时候会不会忘记 就是左边那一页的东西是右边那边分出来的小孩 嗯 其实不会 因为我其实虽然说我这边写了很多 但我其实每一周给自己的to do list 应该也是只有三四项 就不会这么多 那如果说这一周的重点在于拍YouTube影片的话 嗯 其实我就会知道说 哦 这个是为了要拍YouTube影片 那或者是你左边忘记写某个东西的其他部分 有可能 那怎么办 如果我忘记把它拆开来的话 很可能这个事情就会 没有做完 对 就会没有做完 就会往后移 那是不是以后在右边写的时候 就应该要先给它拆开 对 照理来说是这样 所以我都是会先写to do list 然后确认好说我这一周的重点 是什么 然后开始分配我们的小事件 或是必须执行的一些片段 一些小计划 要怎么样分配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 那比如说右边你平常都会用到满吗 不会 那要不要就是在右边写to do的时候 就同时在右边也写它的分 分出来 然后左边再抄一次 哦我懂你意思 就是有几个动作 对比如说YouTube就是写脚本 拍摄剪片 对 那是这个礼拜都要做完 就会有三个选项 就是go go go这样吗 对对对 那你在左边你在对的时候 你也会确定说 因为你都有这些 其实可以用很简单的字 不需要写很多字 对 比如你写脚本剪片 对对对 那你左边就可以脚本剪片 甚至你还可以用一些数字来代替 就是这边刮糊几个勾勾这样子 对对对 其实好像也可以试试看 这样就可以确保说 我这个东西 至少我知道YouTube影片 需要分很多个步骤去做 那有没有分到 分到这边来 你可以去看说 我是不是分到 还是我没有分到 对对对对 好 这边有分成黑色跟蓝色 黑色是我自己要做的事情 蓝色是已经定好的行程 比如说我礼拜天晚上要去吃晚餐 就会先写 那这样子你黑色的部分 就必须要减少 因为你没有时间在做黑色的部分 我这边写法也会比较特别 就是呢前面会有时间 然后是什么事情 然后跟谁一起 假设跟花花 是你的朋友 所以我也不知道花花是谁 然后在哪里 我也会稍微标记一下这样子 嗯哼 好 OK 那大概就是这样 好 那你有什么问题吗 你还是不要穿着 我说虚拟朋友就好 你会害怕是吗 对 他大概在找你怎么办 我最常使用的其实就是 周济化的页面 我就可以一个礼拜去 很好的去预览说 我这个礼拜要干什么 然后这边就是空白的笔记页面 那除了这两个页面的话 我觉得这边后面也很好用 就是这个笔记页 后面有蛮多的你看它 其实还蛮多 这后面全部都是笔记页 所以你有什么临时要记的话 我觉得就带这本就很方便 我刚不是在这本有写了很多目标吗 那具体实现的step by step 我可能就会写在这里 所以你其实比较比较常用的是右边那本 比较常带出去是右边这本 因为它比较轻便 然后就是可以很确切的知道我每天要做什么事情 行程 对行程 这本的话就是每天回家一定会写 所以其实使用的频率都是一样的 一个主要是用来看 一个主要用来写 嗯 哪一个是看哪一个写 右边是看 看 左边是写 可是你花了写的时间会比较多 在左边那边 好所以这两本对我来说都是缺一不可 就是非常重要 好再来另外一本 是这个 这个单纯就是娱乐使用 你看它的颜色就很缤纷 我原本的设定是就是拼贴的练习 看你的拼贴啊 对 然后可是其实我今年的拼贴没有很多 就是 对但是因为我就是没时间 你看我一日整个就是空白 完全空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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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照顺序贴喔 嗯 照顺序贴 照理来说应该要啦 那后来我就想说算了 就是我开心就贴没有贴就算了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我之前贴的记录 登登 漂亮吗 猪好可爱喔 猪 哪里有猪 左边那一只啊 这个 嗯 这个是兔子 你看它鼻多像猪鼻子 乱讲话 好 这是你喜欢的那个和服系列 对啊很可爱啊 好 然后这个指甲带我也有开箱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影片 好 接下来是这个 怎么了 我想起来他们就是在深山里面就是煮烤动物 动物肉吃 好 过年的时候我有拼贴这个 是不是很有喜气的感觉 牛角面包 牛角面包两个 牛角面包 2021年 希望大红大紫 这样 嗯 好 好 那目前拼贴就只有三个 所以 你干嘛 你取笑我 好啦 就是希望说 之后可以多多使用 但是目前我就觉得 其实我对一个本子这个 如果没有使用完我也觉得是蛮开心的 就是他陪伴我度过这段时间 好 然后再来我要分别讲一下我的心得 要来抱怨啊 这个呢 就是因为 他是 每一天是这样子 翻过去 翻过去的 然后其实 你很难去 很宏观的看说 每一周你要做什么事情 哦 主要是周吧 主要是周的问题 对 周的问题 所以我就很需要这样子去搭配看 那 那要怎么复合你的需求 可能没有办法 其实可以啊 你看 你只要在这里 你看这是 礼拜天了 那你就在这边再加一页 然后咧 然后这边加一页 然后这个版式就是 就是这样 每一周这样 然后再搭配这样 每一页这样过去 哦 对对对对对 了解 我记得台湾的品牌有一个 有做成这样 就是 Take a note 推荐吗 其实蛮推荐的 如果大家也喜欢他们的本子的话 也是可以上网参考一下 那是我买 我可以入手的吗 可以可以可以 它是便宜的吗 它的价格应该 六百块 八百块吧 那我没办法 好 继续 好 然后这是我觉得 需要两本本子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你看其实 你说 你刚刚说提到说 如果它放在前面 你需要翻来翻去 那如果我两个本子 是不是就可以这样摊开对照 比较方便 其实也不错啦 其实也不错 然后再来是 为什么我还是需要这个本子 它这个就是有空白的笔记页 那如果你写在这边的话 你很容易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 就翻过去 然后就不见了 哦 重点笔记就消失了 对 所以 可是如果你翻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 你会知道说这边全部都笔记 那你就可以一直看一直看 所以其实分两本 其实还蛮合理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 目前同时使用这两本是蛮好的 了解 还有这一本啊 我有个比较用不好的地方是 这个基本上都没有在用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 每一个月的开始的目标 然后想要做的事情 不想做的事情之类的 对我来说就是没有那么必要 因为没有目标的人 因为我的目标会写在前面 我就会写在这里 我就会写在这里 嗯 然后目标我就很明确 就是这个月摊开来 我这几天 我可以把目标写上去 这样子 所以你就是说那个是 那个也是月目标 这也是月目标 是吗 可是它其实下面还有一些事情 就是一些检讨 反省啊 然后 嗯 开心的事情啊 想要见到的人啊 去哪里地方啊 想要学习什么 买了什么东西 我就觉得有点 杂 有点没有那么必要 所以我完全 就不是每一格都有用 对 还不如就给你一个空白表 那里写就好 是 就不要规定你去写什么 对 它可能是做到一个提醒的作用 可能 可能就是 比如说你可能要建立你自己的人卖 然后你可能有些东西是要卖的 去想一想 对对对对对 可是对我来说 我没有那么必要的话 就不会用到 不要那么negative chance 好 然后就结束 那这本我其实真的写是蛮喜欢的 好 然后这本用不好的地方呢 是在 这个 乐计画 基本上就没什么在用 你很讨厌乐计画 你刚刚也是乐计画讨厌 因为我都是用舟做一个单位 我知道了 因为你没有把它当成工作上使用的一个 对我没有工作上使用 那这个对上班族其实还蛮方便 因为我们可能会说 我们这两个礼拜要完成某个project 对 哦 基本上我现在本质都是使用在我生活 跟我自己个人目标 我没有把它用在工作上 所以就会有一些功能 可能好像没有必要 对对对对 可能如果你是商务认识的话 跟谁约很简单的写在这里很方便 可是我就是不需要 像我上班的时候 我有自己的这种东西 对 我也会去排说 我哪一天要做什么事情 哪一天什么事情发生 那样子 好 然后目前这一本 我的规划本来就是为了我的目标 我个人目标的实践 还有我的YouTube排成 所以 看起来很空虚 对 目前我就是一个月 应该只能上两次影片 然后主编这样子 所以 乐计划部分我没有用得很好 但我也觉得没差 因为这没有影响到我目标进行 目前使用下来是蛮习惯的 就是有一些区块是没有用到 但是 本来写手帐就是服务你的生活 那如果真的没有用到 那就算了这样子 是你服务于手帐 还是手帐服务于你 我服务于 没有 手帐服务于 你刚刚跟你讲出实话 好 那去年的时候 就已经设定好的 手帐体系 那今年使用下来 大概一个半月 心得 跟大家分享 我真心 真心跟大家推荐这本 我想要用那个 那个粥的那本 哦粥的 因为你本身就不需要 记录这么多事情嘛 你不是蛮喜欢这种的吗 哦对对我想勾勾勾 对啊 这个很棒耶 这就是我 今年用下来最爱的地方 那你要不要送我一本 可以啊 现在因为已经过了 买手帐的时间 所以其实它要打折 好所以下一次我们来开箱 Lulu的手帐 Charlotte帮我买的手帐 谢谢 Lulu的手帐 好 真的齁 你想要买什么 我还不知道长什么样子 要选我什么样子 好你想选 我要买这种类型的 然后我要自己选顏色 好 那我下次就来开箱你的手帐 那你要跟我讲你怎么用的 我其中一来会来记录你的体重 我自己记录我的就好 不用你麻烦 我们今天的那个手帐体系的介绍呢 就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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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